今年哪天出福,秋老虎什么时候来,是不是很凶,看完明白了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自从丽丘以后,天气有了明显的转凉,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并不意味着热天结束了,因为丽丘之后还有秋老虎。 人们常说秋老虎,指的是丽丘后天气还并不会马上变凉,反而还会有一段时间会很热,于是人们把这种天气就叫做秋老虎。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,意思是每年立秋这天,如果没有下雨,那么立秋之后的24天就会变得很热。 于是就把这24天叫做24个秋老虎,而如果立秋这天下雨了,则被称为是顺秋,即从此以后一场秋雨一场凉。 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,因为而从气象学上来讲,秋老虎指的是三浮出浮以后会有一个短期的回热现象,温度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。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,就是出浮以后,今年啥时候出浮? 俗话说,热在三浮,墨浮,是浮天最后一浮,所谓的浮即是暑气潜浮余地之意,标志这一年里最炎热的时期。 也有的说,浮就是天气太热了,一浮不移动,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,气压低,湿度大,风速小。 那啥时候出浮呢?三浮天,中浮和墨浮各为十天,所以墨浮到了之后,出浮就是在十天之后,今年入墨浮的时间是8月10日,那么出浮的时间就是8月20日。 那是不是出浮了之后,就天气变得凉爽了呢?还要热多久呢?按照时间来看,墨浮已经进入了历秋节气,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秋天来了。 虽然高温的强度和范围相比头浮和中浮会有所减弱、减小,但部分地区暑热依然强盛,尤其是像我们干北地区,这个时候仍然是持续的高温,压根离不开空调。 而且一般来讲,秋老虎最容易发生在长江中下游,以及江南,华南北部地区,有时候黄淮地区及华北地区也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踪迹,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南北差别。 所以,从时间上来看,通常北方的秋老虎出现在8月底至9月初,则南方可能会持续到9月下旬至10月,而持续的高温天气一般会在4天以上,最常可以达到10几天。 这一点,我们从去年的天气变化中就可以得到印证。 去年8月20日出福,而8月23日是处暑,处即逝去的意思,处暑则意味着暑气已去,到此为止。 这时候昼夜温差开始变大,夏天落寞,秋天到来,但在去年8月26日,中国气象发布信息称,秋老虎正式上线,江南,华南部分地区仍然热如大暑,北方昼夜温差拉大,更显秋逸。 而相信很多尤其是南方的朋友还记得,去年直到9月底里,南方多地还热到了打破击落,这就是典型的秋老虎。 所以也就印证了,秋老虎并非是历秋之后的老虎,而是出福以后的老虎。 那么,又是谁让这只老虎出山的呢? 其背后的指使者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负热带高压。 负热带高压有多厉害? 去年年底,接二连三的寒潮还记得吧? 简直像是捅了冷空气窝,就与负热带高压有关。 还有今年的暴雨、高温,以及欧洲的罕见热浪都与它有关,甚至连台风的路径都会受到负热带高压的影响,所以大家都戏称它为负高爸爸。 具体还要热多久? 有句老话叫,立秋不是秋,初暑正当秋,也就是说到了初暑节气,才真正意味着秋天的到来。 秋天到了,天气就会变得很凉爽,所以说,具体要热多久,就要看初暑节气什么时候到来。 从万年历当中,我们可以发现,今年初暑的时间是8月23日。 初暑意为初暑,它的意思是告别下的酷热,迎来秋的凉爽,气温正由炎热向寒冷过度。 初暑,作为秋天第二个节气,也代表着凉爽的到来,具体要热多久呢? 当下正好是末浮的第一天。 公历8月10日,等到除暑的时候,正好是13天,也就说差不多还要热半个月左右。 秋老虎会发威吗? 所谓的秋老虎,是我国民间对立秋后重新出现短期炎热天气的俗称。 秋老虎不一定每年都出现,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立秋之后,一般出现的时间在8至9月之间。 每年秋老虎的时间长短不一,总体来说持续半个月到两个月不等,气温虽高,但是总的来说空气干燥,阳光充足,早晚气温相差不会太高。 形成秋老虎天气的原因。 它是南退后的负热带高压,又再度控制回归,形成连日晴朗,预设强烈的高温暑热天气。 虽然是秋天,但天气很闷热。 所以我们看秋老虎会不会发威,就看立秋之后的天气情况。 如果天气比较的炎热,那么就代表着秋老虎发威了。 如果天气开始变得凉爽,而且温度一直比较的低的话,那么就说明今年没有秋老虎袭来。 莫浮到来之后,会不会有秋老虎袭来? 其实最为关键的还是有没有出现降雨,如果出现降雨,天气连着雨水比较多的话,那么就会比较的凉爽。 反之天气比较的炎热,抑制天晴,则很有可能出现秋老虎。 那么,今年的秋老虎厉不厉害呢? 一种说法是,民间有句俗语说早立秋凉嗖嗖,晚立秋热死牛,意思是立秋的早于晚与后来的秋老虎有一定关系。 那怎么来算早和晚呢? 一种说法是,如果立秋是在农历六月,那么就算是早立秋,如果到了农历七月才立秋,那么就是晚立秋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立秋当天,如果在上午立秋,那么就是早立秋,如果在下午立秋,那么就是晚立秋。 今年立秋是在八月七日,农历七月初十,晚上八点二十八分,也就是说无论按哪种算法,今年都是妥妥的晚立秋, 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年的秋老虎恐怕要很凶了。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,比如睁眼秋,闭眼秋,推秋,还是穿衣秋,其实大铁和早立秋,晚立秋的意思差不多,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民间智慧。 老祖宗为啥要留下这么多民间智慧呢?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农业生产,在古代农耕社会中,农业是重要的活动,庄稼生长的好坏,将关系到能不能吃饱饭,而农业又是靠天吃饭的行业,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来说太重要了,风调雨顺,则喜获丰收,而一旦遇上天灾,减产绝收,可能就要饿肚子了。 那么,秋老虎和农业有关系吗? 当然有了。 首先,这个时候往往是玉米,大豆的关键生长期,由于秋老虎作祟,地理水分容易快速蒸发,因此有的地区要注意防汗。 其次,田间管理要做好,不能小看这时候的气温回暖,要合理运筹肥水。 第三,田间作业时尤其要小心中暑,千万不要以为出了,浮天气就不会热了。 随着全球正在不断变暖,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变幻莫测,有时候老祖宗的经验未必全管用,但是从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来看,负热带高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,因此今年的这个秋老虎恐非等闲之辈。 按照老祖宗的说法,秋老虎越凶,说明气温越高,高温酷暑越难耐,有时候秋老虎的天气比三福天更加炎热的,如果说没秋老虎,或者秋老虎不凶,说明秋凉来得比较快。 三福天出福之后就是秋凉了,今年秋老虎到底凶不凶呢? 这里我们要知道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个农宴,那就是公秋爽,母秋凶。 这里说的公秋和母秋,就是指的秋老虎还分成公和母,并且认为如果是公秋老虎的话,将会是非常凉爽的天气,说明秋老虎不凶,甚至没有秋老虎,如果是母秋老虎的话,那么天气是非常酷热难耐的,由此可见,我们要判断秋老虎凶不凶,就要搞清楚,今年秋老虎是公的还是母的。 并且还有说公秋把扇丢,母秋热死牛,那么秋老虎的公与母是怎么区分的呢? 按照老祖宗的说法,把历秋节这天的农历时间来看单双日子,单日子就是公秋老虎,双日子就是母秋老虎。 今年历秋在8月8号,农历6月20,这是一个双日子的,所以今年是母秋老虎,母秋老虎是非常凶的,是母秋热死牛的说法的,并且根据民间的说法,即使历秋了, 后面还有24个秋老虎,也就是说还有24天高温酷暑天气,可见,今年秋老虎还是非常凶的。 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,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